中鳳凰 平凡 壮嘯 与眼鸟 eginkle 橙 屎 大 竟然在山上 12 superhero 神 红 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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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网络上流传着赢球原因的照片实在很有梗 或许真的是神明保佑 让他关关难过 关关过 底下网友认为真的很有梗 完全没有违和感 直呼这是最帅的幸福双大 佩服球技超强 而且瞬间跪躺的姿势也很厉害 怎么讲我有点反应之心感觉就是 滑下去就是那颗球赢得没瞬间 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这种感觉 我那颗因为对方把我藏球 然后我刷下去 然后我还要骑人刷到球 就是你想说 我的工作应该 就只剩下可以跪下 然后就会晃 我们居然赢了 他们坦言抱着平常心对战强敌 在被视为死亡之族的分阻赛中 打得艰辛 先后击败世界第一 以及第四的对手 真的很感动 其中六十几岁的王爸爸 甚至示范劈腿 展现他能Q的筋骨 他也热爱打雨球 每天都会拉拉筋活动 看看今年年初 林洋佩在世界雨年巡回赛中夺冠 王麒麟分享赛场上被捕捉的照片 同样是为李环乎 跟李洋的姿势也是一正一反 当下他开心指出 羽球生涯解锁 没有想过自己的筋可以这么转 原来是要伴随着足够的兴奋 才做出来的动作 林洋佩成居两年 这回以世界排名第三之姿 首度出战奥运 创下我国奥运羽球史最佳成绩 迎球瞬间 显微的姿势意外引发 热烈讨论 马上在今天晚上 林洋佩就要来对上中国的梁王组合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双方过去在交手的记录当中 虽然目前整个梁王组合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一 国际赛之中林洋佩也是稍微占据下风的状况 可是其实双方今天的赛况可是真的是不分宣知 因为其实这一次梁王组合在巴黎奥运整个赛期当中 其实整个表现并不是非常的亮眼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画面上 这就是今天王麒麟的爸爸 他特别早上先到了七星山 特别来爬山替儿子祈福 因为他在昨天 其实采访的过程中 他就有偷偷跟我透露 他今天会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昨天没有办法提前告诉大家 因为他说真的不能破梗 破梗了就不灵业了 为什么会选七星山呢 因为他说去年上一届东京奥运的时候 刚好在金牌战的那天早上 他就特别去爬了七星山 没想到儿子真的拿了金牌 他希望这一次再去爬一次 看儿子是不是也能够这么幸运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今天即将要对上的中国梁王组合双方 到底目前战况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林洋佩过去跟梁王组合五度交手是场场激战 目前战况是林洋佩是两胜三败的情况 不过马上在上一次的对战当中 林洋佩是在三月的全英公开赛中拿下了胜利 所以这一次是谁胜谁负都还不一定 不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梁王组合 目前是整个手感非常火烫的男双排名组合之一 让大家闻风丧胆的梁王组合到底是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稍微比较高的叫做王场 而旁边身高没有那么高的就是梁伟坑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目前都今年只有23岁非常年轻 来自中国广州跟浙江队 他们两个其实从2022年才开始组队 世界排名就一路从400名飙升到世界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场 过去其实和前搭档在搭档的过程中 成绩一直不出色 是直到和梁伟坑搭档之后排名才一飞冲天 那这两位选手的打球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场 他是一个前场调动非常出色的选手 那梁伟坑则是后场的调动 他有极品重炮的称号 因为他可以给后场 像王场他有非常积极的一个前场调动的能力 就可以给梁伟坑在后场制造出一个扣杀的机会 因为中国宇宙一向非常重视在双打组合之中 他的扣杀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上其实梁伟坑 过去在跟林阳对战的过程中 其实他的扣杀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林阳配在对战他们的过程当中 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因为我们刚刚就说到梁伟坑 他是一个后场重炮的这个称号 人家也说他就是这个 宇宙史上最伟大的男双组合 就是胡海峰跟蔡云两个人的传人之一 那这一次刚好呢 这个蔡云他就有来对整个比赛的赛事进行一个分析 他就跟大家说到 其实这一次林阳想要赢并不是不可能 因为这一次虽然梁伟坑还有王场 他们两个组合 他们目前的表现没有非常的亮眼 因为虽然他们的年纪非常的轻 体力非常好 这是他们赢林阳的部分 但是林阳他们在上一次已经拿过冠军 其实这一次压力没有这么的大 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容易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这一次只要谁可以在这个比赛当中 首先掌握到这个比赛的心态 拿下这个勇敢进攻的状态 就可以掌握这个比赛的优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林阳配如果他们可以在比赛中顺利的拿下金牌的话 那他们就会是这个奥运史上首队整个没有换过搭档的这个未免金牌的组合 那当然在今天晚上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赛事的转播会是如何 因为是连续两届海峡两岸之间的金牌之争 可是今天没想到就在刚刚央视的一个赛评 就已经证实说今天央视是不会来转播这个金牌战的 就是因为这个敏感的原因 难道现在连央视都会怕林阳配的实力吗 虽然这一次林阳配的他们的整个比赛的过程是非常的戏剧化 让他们说真的是为奥运而生的组合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非常忌惮林阳配的实力 就害怕我们的国旗歌就在大会响起呢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状况 我们晚上一起来帮林阳加油 晚间八点整我们先插播来自巴黎奥运的最新好消息 也就是呢我们的奥运羽球男双四场赛 林阳配确定抢下金牌战门票 也就是我们确定会有一面奖牌入带了更幸福的状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和云婷报道 云婷 好的主播 林阳配的李阳和王麒麟在巴黎奥运羽球男子双大项目 四场赛当中对决同为小组赛第一组出现的丹麦组合 比赛一刚开始就打得相当激烈 双方选择常发球的调动相当多 赛况也一直是你一分我一分 不过丹麦组合多次将角度给带大 追分时刻王麒麟回忆漂亮的分球回击 再将分数给追了上来 只是接下来展开竞争对决 才让丹麦组合得分 以相差三分的状况下 让对手夺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 林阳配就不敢大意 接力进攻以紧咬分数 靠着丹麦组合连续几球的力道过猛 拉出一波漂亮攻势 李阳和王麒麟不断下压 再搭配角度的变化先拉开 在对手回击挂网之后 来到局点 以21比17进入决胜的第三局 决胜局李阳和王麒麟 也是一直享有领先攻势 在对手回击 频频出状况的情况之下 分数越拉越开 最终以21比10的大差距 胜出第三局晋级金牌战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回前四名 本周排名都是一二三名 李阳和王麒麟 则是本周排名第十二 这回亮眼表现 也让台湾的民众 统统热血沸腾起来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恭喜以球好手李阳 王麒麟 联合挺进奥运 金牌战 绑就好了 李阳也讲一下啦 对对对 绑就好了 面对记者关心 中华队羽球黄金男双的李阳 总是第一时间 将麦克风交给好搭档王麒麟 相照于外相的王麒麟 李阳的确内向许多 偏偏他们这样组合 以内以外 意外合拍 时候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当然还是多少钱舍不得 当然也舍不得 我们大宝贝对不对 确定在巴黎奥运后 正式退役的李阳 访谈之间一个在闹一个在笑 还是可以看出对好哥们满满的不舍 一开赛的时候我蛮专注的 但后面精力有点掉的时候 所以在第一局后半段 好险李阳有强势的把局势控制回来 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刚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误的时候我状态咬住 我失误的时候他的状态咬住 其实真的蛮艰辛的 希望可以为台湾在前进奖排战 所以今天其实给日野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在场上打起来非常紧张吧 跟李阳的搭配的表现 我觉得就超乎预期吧 那很开心小组能四连生出现 再加上今天的胜利 那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然后朝奖排迈进 今天觉得你们两个人搭配起来的状态怎么样 一开赛就很火热 一开赛的时候我蛮专注的 但后面精力有点掉的时候 所以在第一局后半段 好险李阳有强势的把局势控制回来 然后第二局可能我们 因为连续几天出赛疲惫 所以今天的状态有点没有那么专注 所以而且对方相对打比较强势 而且今天的风向两边不太一样 所以第二局换对方是顺风球过来比较有冲击性 所以我们打起来就应付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好险后来在发阶发 我们有用长球跟然后后来连续发小球 然后去取分在发阶发有做好 所以很开心最后有把局势控制下来 现在已经拿下五连胜了 今年气势真的还不错 但现在到目前为止 整体跟李阳的搭配的表现 我觉得就超乎预期吧 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抽签的时候 抽到死亡小组其实自己 没什么信心 因为我们状态其实都起起伏伏 那很开心小组能四连胜出现在 再加上今天的胜利 那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然后朝奖牌迈进 对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刚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误的时候 我状态咬住 我失误的时候他状态咬住 其实真的蛮艰辛的 因为今天八强其实很想进四强 因为希望可以为台湾在前进奖牌战 对所以今天其实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在场上打起来非常紧张吧 第二局的时候 发球发两个失误 然后就开始非常自责 然后就在场上其实就真的很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失场 然后去影响到搭档跟这次我们的整个赛事 所以其实这场压力有比较大 对没错这场压力比前几场跟昨天差不多吧 都很大 然后只是今天这场又加上几颗发球 比较简单的失误出来之后就觉得很不顺畅 对所以感觉压力就更大一点 下一场的对手是丹麦 嗯对 就希望今天赶快回去休息吧 因为对他们要很多的精力